字幕提供 菲律賓現屆政府在美國霸權主義的驅使下 利用南海賭招主權爭議話題 對中國進行的挑釁 近期急劇升溫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 甚至在新加坡出席地區安全問題的論壇上 發表誤導國際社會的講話 暗指中國以大稀小對付菲律賓 但實際上卻將亞太地區的事務 越過了東盟合作機制 搞美非日澳的軍事同盟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揭露菲律賓當局 縱容在人外招坐灘廢艦上的士兵 擒槍指向在區內正常執法的中國海警 企圖製造擦槍走火的危機 小馬可思在5月31日於論壇上 發表針對中國誤導性講話後 中國官方隨即在6月2日發出圖片和視頻 揭穿菲律賓當局關於南海主權問題的連串謊 顯示非方在賭招問題上對中國的不停挑釁 那種惡性跳刃事件發生在上月19日 菲律賓軍方對非法坐灘人外招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 57號廢艦進行空頭補給 中國海警人員依法依規應對時 發現南上至少兩名菲律賓士兵 持槍在甲板活動 並用手同衝鋒槍瞄準指向中國海警方向 令到現場氣氛一度緊張 甚至可能隨時發生擦槍走火狀況 但非方否認用槍指向中國海警 聲稱南上人員持槍指數智慧 中國外交部已表明事件不能接受 事實上中方基於人道主義考慮 曾與非方就人外招問題達成的軍旨協定 與內部諒解 對非方向坐灘廢艦士兵提供生活物資補給行為 予以免許 然而菲律賓士兵用槍瞄準中國海警的行為 可能已經超出了中國海警作為準軍事力量的應對範圍 如果事態繼續惡化 中方實在有必要令到海警退居二線 將軍事力量推至前線 佳士不僅是坐灘廢艦上的人員 連任何試圖闖入人外招周邊海空域的菲律賓軍艦和飛機 都將成為中國解放軍自衛反擊的目標 必須自出 除了在陣外礁之外 非方近期又以中國海倫戶在鮮賓礁 填海造地為藉口 派出非國兩艘海警巡邏船 在附近持續滯留長達45天 試圖形成對鮮賓礁的軍事化身形坐灘 並協美日奧等盟友作勢 製造新一輪寄成事實的坐灘對峙格局 事態發展顯示 小馬赫斯上任後 菲律賓正不斷在美國推動下 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激化矛盾 尋找更大的表演空間 但設計 玩火者最終必會自焚